崔始源因早前点赞香港仪式受到了网友们的谴责 11月26日他再次发文道歉并表示非常自责与悲痛 崔始源在发原文 大家好我是崔始源 由于今日我在推特上错误的举动而令各位感到失望并伤害了各位的感情 对此我深表轻易 特别是我作为一名艺人辜负了各位给予我的期待与信赖 我感到非常自责与悲痛 我从未有过否认和改变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想法和立场 最后再次向各位表达我深深的歉意 对不起 崔始源在推特点赞了一则关于香港的新闻 虽然目前已经把赞收回 但依旧惹怒了粉丝 崔始源这三个字还登上了微博热搜榜 随后崔始源也在微博发文回应 我看到推特上发生的事件导致了一些问题 对于这个行为本身 我抱着希望早日平息止乱暴乱的想法表达我的关注 因为这行为引发了的争乱 令大家反感和失望 我对大家表示最真挚的歉意